以色列遭逢了50年来最严重的恐怖攻击之后 目前正准备要对哈马斯展开地面大作战 那么以色列军方 这个毫无疑问的 他们不管是训练的素质或者是武器科技 是占有绝对的优势 但是哈马斯在加萨走廊 也可以说是不好了正式 我们来看一下加萨走廊 它的地理位置是在这个地方 它的土地面积其实并不大 那么现在以色列军方要瞄准的 就是在北部的这个区域 但是你能够想象吗 其实哈马斯在这个北部的地区 在这个地下其实也是布满了非常多 像是尼宫一般的地下隧道 那么可以说这个总长是达到了500公里 而且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地下隧道当中 储存了包括像是武器 粮食 甚至还藏有他们的指挥中心 而以色列大军最先进的武器 在这个地方能否派上用场 两军的交锋恐怕会是一场硬仗 一霸冲突即将进入关键阶段 以军蓄势待发 准备进入加萨走廊扫荡哈马斯 但面对有如迷宫般复杂的地下隧道 恐怕将是一场血腥的战斗 2021年 哈马斯声称在加萨地下建造了500公里长的隧道 如果属实 哈马斯的地下隧道长度将略小于纽约市地铁系统的一半 所以有加萨地铁之称 加萨走廊是长41公里 宽10公里的狭长飞地 却遍布超过2500条 深入地下至少30公尺的隧道 用来运输人员物资 储存火箭弹药 甚至还设有哈马斯的指挥跟控制中心 哈马斯挟持了大批人质 当作人肉盾牌 应该就藏在地道之中 以军更是投鼠机器 中东最强的以色列军队 更运用地下迷宫防御的哈马斯之球对决 高科技跟传统战术的正面交锋 谁输谁赢 恐怕都是一场噩梦 陈玉兵业